房宗明被起訴 惠蘭說只有祈禱 快滿了的惠蘭老闆黎明 仍未跟他談續著的事 不過惠蘭其實都想自組公司 說想多點自由度 你公司自由度很低嗎? 因為其實音樂 這條海也有些轉變 別人聽音樂的風格也不同 最重要是希望我們兩個 她知道原來我想創意一點 希望她可以跟我一起去實現這件事 看到房宗明因為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被正式起訴 而惠蘭的妹妹惠斯 亦都在日本試過因為藏毒被捕 不知道她又怎樣看呢? 其實我也明白 因為我妹妹都經歷過這件事 其實在這些時候 都是做不到什麼 只可以期待 希望過了這一關 就會好一點 讓我看見 在那邊 我看見 那天 ?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